哈喽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艾比的蓝蛇蓝芬 你现在看到的这是原生种的蝴蝶蓝 贝里娜 布里娜 它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它刚好开花了 觉得它实在是太美了 而且香 所以忍不住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话题是杂交种的蝴蝶蓝 就是普通超市我们见到的那种 这些蝴蝶蓝通常是不香的 但是它的形态非常的美 就像飞舞的蝴蝶 而且花息很长 很受人们的欢迎 有的人不知道它还可以再次复花 开完花之后就把它扔掉了 实在是可惜 有的人知道复花 但是却不会养 蓝根就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现在秋天到了 是改善这些问题和帮助出花的黄金时机 现在天气没那么热了 我们人都觉得舒服一点 蝴蝶蓝蓝蓝 蝴蝶蓝也不例外 这个温度对它来说 就是一个生长很好的阶段 现在给它换盆 很容易浮盆 不容易烂根 对于那些已经安全肚子下的蝴蝶蓝来说 就更是黄金的时机 触花的时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蝴蝶兰要开花 一定要有昼夜的温差 这是必须的 当夜晚的温度降到华氏64度 摄氏18度的时候 蝴蝶兰就会花芽分化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温度 你不需要吹花 它也会自动花芽分化 但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花芽长出一点点就停住不长了 或者长出来的花很弱 这是因为在花芽长出之前 它还没有储存足够的能量 这些能量的主要来源是光照 所以在秋季的时候 要让蝴蝶兰尽量的 接受更多的光照 夏天的时候我们怕它晒伤 所以要遮阴 现在呢 却要它接受更多的阳光 即便是温度达到了要求 如果没有光照 如果没有光照的话 蝴蝶兰是不会开花的 如果你的蝴蝶兰是在室外的话 那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是室内的话呢 你就要把它挪到窗边 接受更多的阳光 和感受外面气温的变化 如果没有阳光是靠植物生长灯的话 就应该把灯的光度加强 如果不可调节的话 就加长光照的时间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蝴蝶兰 就是我当年的小温室里面的花朵 我就是采用植物生长灯的 而且是不可调节光度的那种 我就通过加长它的时间 来让它接受伤同的能量 有的人说 在秋季应该减短日照的时间 我不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蝴蝶兰不是短日照 才开花的一个品种 给它光照就等于给它吃的补品 让它整个植株强壮 储备更多的能量 这样更有利于它 开出更漂亮的花朵 凡事都有一个度 不能因为它需要光照 就没日没夜的给它光照 晚上还是要灭灯的 那放在窗边的那些兰花呢 也要注意防晒 不能让中午的阳光把它晒伤 前面说了日夜的温差 还有就是光照 这两点呢都是蝴蝶兰开花的 必要的条件 下面我们来说辅助条件 辅助的条件就是不一定的 但是是最好能够做到的 就是肥水的管理 现在还不需要控水 但是要用肥 用吹花的肥 就是高磷的肥 如果没有的话 均衡肥也可以 不要用寒半高的生长肥 否则它拼命的 它拼命的长叶子 不利于开花 我是用吹花肥 但磷甲的比例是 6 30 30 虽然说这个是吹花的肥 但是如果没有 昼夜的温差和光照 即使你加更多的肥料 它也不会开花 也就是说 这些吹花肥不是吹花 而是让它储备更多的营养 为它的花梗做准备 它会令花梗长得更长 花包更多一点 花会更大一点 更鲜艳一点 它的花瓣会更厚实一点 有的人什么都没做 但是它照样复花 是的 当自然的条件成熟 有昼夜的温差 有光照 蝴蝶兰就会开花 但是 如果 这个兰花 它本身储存的能量不够的话 就会出现下面的现象 花芽长出了一点点 就停止了 不再长了 或者长了之后呢 出的花包很少 而且花朵比较弱 还有 它的颜色不够漂亮 花期又比较短 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 你就应该有行动了 给它充足的光照 还有做好肥水的管理 很快的 很快的你就会看到花芽长出 如果温差大的话 大概两个星期 如果是长的话 大概一个半月 但这不是绝对的 当你看到花芽长出的时候 你还要继续给它充足的光照和肥料 但是 这个肥料呢 不能太浓 太浓的话 很容易出现烧根的情况 当花梗长到大概五厘米长的时候 就停止使用吹花肥 改用平均肥 也就是蛋灵甲均衡的肥料 如果你想你的蝴蝶兰出彩的话 请把握好现在这黄金的时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赞并订阅 谢谢